大家好我是山蘇宮 今天是天堂W的更新情報時間 請大家先幫我們訂閱 開啟小鈴鐺就會出更多遊戲界召集攻略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週更新什麼 第一個更新新增監視者死神 奧塔各樓層都會出現 擊敗他之後就可以獲得掉落的道具 我們看一下將隱身各樓層的一般怪物 蛤他可以隱身喔 這邊有這個剪影應該就是一般的怪物啦 你把他打死之後 他就會變身了 變成這個監視者死神 看起來是蠻帥的 那會掉這個紫色的戒指 除了這個新的王 那要怎麼去分辨 可能會有更新公告 再來第二個更新新增萬能藥的使用上限 原本是上限20個現在變到30個了 再來第三個更新新增用名譽幣 去買這個徽章強化卷軸啦 那這個就是給課長更多的 數量去衝啦 名譽幣夠就可以多買卷軸去衝 再來第四個更新 新增象牙塔有好多的NPC 兩個陣營 各出一個NPC了 第五個更新 聖誕 慶典的地間 到1月4號 就是聖誕節專屬的地間啦 那30等以上可以進入每天1小時 一樣是打這個雪花怎麼好像跟去年一樣 那兌換的東西就是這些啦 好東西就是 住房捲 再來第六個更新 聖誕樹魔杖 透過血蒙仙道就有機會獲得這個魔杖箱 有藍的跟紅的 那打開就有這種聖誕樹版本的 或者是一般版的 是機率性出現的 確定有的只有印章 那紅色的就是一般版的藍紅魔杖 跟這個聖誕樹版的 聖誕樹的魔杖可以 召喚這個禮物獵人 克羅斯 好像一個雪怪 然後打贏之後 會掉這個禮物箱 禮物箱會確定有 護身符碎片箱跟名譽幣 那機率性 再有名譽幣 跟討伐憑證 再來第七個更新 黃金馬車 到1月4號 出現時間台灣早上11點下午2點跟下午的6點 一樣會在雅丁城堡 跟之前一樣 就是會賣一些限定的東西 24號賣這兩個 25號賣這個耳環選擇箱 跟這個 碎片 碎片好像每天都有 31號是 會一張巧畫卷軸 跨年的那天 跨年完 1號的話是 惡夢戒指的選擇箱 那這些是限定的喔 我們看一下 常規販賣的有這些東西 就是日常的一些消耗瓶 名譽幣要買 再來第八個更新 聖誕節的惡夢 是什麼惡夢 我們看一下 進入地間之後 會強制變成 雪人 那可以使用各種 咒語消滅首領怪物 可以用什麼咒語 建立建築物 貢獻建築物 跟解除建築物 蛤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專用的咒語 去丟雪球 感覺是可以蓋東西的 是要玩什麼塔房遊戲嗎 這個我們 維修完 就知道了 那打贏之後 有這個 禮物箱 禮物箱有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還蠻不錯的 那表情符號啦 日常消耗瓶 再來第九個更新 又是這個勇士秘籍了 要耗這個 屬性石 去做這個 秘籍 秘籍收藏品有這個 傷害減免 這個就是看 到時候消耗量大不大啦 如果太大的話 做一個就好了 做三個五個 有時候會太貴 會覺得有點划不來 因為這個收藏品效果 也到1月18 而已 一樣 將近一個月而已 再來第10個 每日的簽到 Happy Christmas 每日有這個 聖誕的 禮物箱 還有這些東西 簽到啦 再來第11個更新 喔 來了 全新的外觀卡片 做夢的少女 妮可 哇 這個聖誕裝 抓著一個娃娃 還有這個襪子 喔 這外觀很 不錯喔 娃娃 就是這一隻熊啦 那這一個 女角 有點香 蘿莉控要暴動了 但是他臉有點臭 不知道在臭什麼 明天我們再來看 實際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看喔 那這個 聖誕節的東西 一定是配合禮包啦 我們來看一下 收藏品能力 那可惜 是 收藏品能力有期限的 到2月22而已 經驗值加10% 如果你兩個都買到的話 少女則是傷害加2 娃娃是物 魔防加2 果然外觀的組合包 買一包有一個碎片 8包就是8個嘛 那其他的東西 跟以前都差不多啦 那注意這個 藍色煉金碎片是拿來生 紅色徽章用的 所以你買這一包 不僅有外觀 也能搞出這個紅色徽章 生上去 4個可以換一個 外觀 那要是我的話我一定只換這個少女 換那隻熊 應該還好吧 但是 如果有預算就可以全買了 不過以我的話我可能 不太會 再課金了 所以 這個外觀雖然很香 但是 無法下手 當初 天堂剛出 什麼都買 現在有點後悔 對於我這種還沒有財富自由的人 這樣買下去 真的是會破產 那還有這個預算 還有熱情的人 就可以買起來 我覺得這個 真的有點香 再來冬季的組合包 這個是 什麼東西 最上級的禮物箱 高級禮物箱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可能要等課簽公告 幸運名譽之必香 蛤這又是什麼 最上級的名譽幣 可能是很大箱的名譽幣 數量比較多 分三個步驟去做購買 裡面也有高級禮物箱 跟最上級的禮物箱 還有一些龍魔石 奧塔 護身符箱 最上級的奧 這個也是大箱的啦 現在都出更大包 的東西了 一樣有高級 跟最上級禮物箱 再來 象牙塔 跟雅丁護身符的碎片箱 大箱的 裡面東西應該是更多更滿 那個圖 有沒有看到 滿出來的 這個就是有需求的人 再去做課金啦 萬能藥 萬能藥 提高上限了 也賣你個大包的大箱的 這打開 萬能藥的碎片是更多了 再來 出這個美日的 象牙塔 碎片箱 裡面還有還有外觀的抽卡 更新就到此結束了 那怎麼連 這周雅丁 卷軸是要做什麼 課金製作都不寫了 那這次的重點就是這些 聖誕的 地間啊 魔杖啊 馬車 還有這個 血蒙的新活動新地間這個應該會蠻好玩的 再來就是最香的這個外觀卡片啦 那就等明天更新 再來看看一些 活動內容玩法吧 那今天因為更新公告比較晚出喔 再加上 卡到我另外一支的 影片時間 所以這支影片 非常的晚才出 我看大家也快睡光啦 真的是太晚出了 那不管大家最近還有沒有在玩天堂 像這個徽章我們沒辦法做 或者是很難做出來 其實很多人就想退坑了 對不對 那我自己 目前就是 佛系玩啦 有時間 就掛掛機 有時候打打人 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樣 變成佛系在玩天堂了 就玩電子機 那如果有興趣玩其他的遊戲 也記得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之後玩其他遊戲 做介紹 大家就可以 跟著玩玩看 我自己是蠻喜歡 放置類的遊戲的 比較 輕鬆 比較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像三幻 三國之幻想大陸 我就玩得蠻兇的 那接下來應該還有蠻多新遊戲要出的 大家有興趣 再看看我的影片囉 感謝大家 這一集的收看 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